作曲 李宗盛 市演唱 李宗盛 主席 五位 一半 在山河的竹子 里面的天啊 地面的天啊 在这个地方 然后也看到导游说的 在古代的时候 他们在这里执行死刑 尤其是那些不孝顺父母 或者是杀父母亲的 他们就把他放在一个铁笼里面 让他吊在河里面淹死他们 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 然后对这个不孝顺父母人 他们给他的咒诅 那就是那种乌鸦来灼他们的眼睛 现在的朋友 我们都愿意孩子成为孝顺父母 最重要的是要做成他们孝顺 或者孝敬父母的榜样 第二个我们也要教导他们 爱神也要爱父母亲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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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